直直的下去 这把刀就大致算是处理完毕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部落 很多人都会问我刀怎么抹 有了显微镜之后呢 我想用科学方法跟观察方法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 什么叫利 什么叫不利 什么叫毛边 毛边长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要示范是我们正介绍过的 OLFA的算是工艺刀 简单便宜不锈钢刀片 以初学来说它算是比较好磨 它是磨平的 用来做练习磨刀完全不会心疼 我们来判断一下它的力度 力度有几个方法来判断 这个是A4的影印纸 我们这样同用某一种纸来测试 可以知道它的力度大概是怎么样 这样斜斜割 稍微可以 但是其实不会割得很好 刮毛 勉强可以刮毛 我们现在把刀片呢在这个阳台上面的这个 磁砖这样子刮两下 磁砖硬度很高的 我们再割纸 你看 不管怎么割 纸割 斜割 纸都是割不下去的 然后再还有一个风靶特质刀的力度 你往刀 轻易往指板上靠一下 然后左右滑 你看现在可以轻易的做滑动 这样就是这个刀已经不够力了 如果力了刀 轻易压下去之后左右是滑不动 它就是好像就把指甲给抓住一样 大概这样判断刀子的锐利度 那我现在用显微镜来给各位看 这个刀子在不锐利的情况下 刀尖长什么样子 现在整个刀尖前面感觉是有一个 平平的一道勾在前面 就是像刀单前面是这样平的 磨刀 我们现在了解刀在放大 放到极致的情况下长什么样子 这现在把它刀在刀尖前面 跟这个刀刃角度 那我们刚刚已经把刀 给用力刮平了 刀子不平了 前面就是这样子 这时候呢 你把它磨到尖呢 怎么磨呢 同样角度 慢慢削掉 削掉 慢慢磨掉 诶 越来越尖了 一直往这边磨呢 其他也是会立的 但是刀刃尖会偏一边 就是我们要 左右来回 保持原来的角度 然后它前面刀尖越来尖了 你也可以说 诶那我只磨前面呢 OK这样角度会变 越磨越磨 角度越来越大 角度磨太小 诶 只磨到后面不对 磨在尖 只紧到前面不对 你看这变一个圆弧了 一样 保持一直线 慢慢的磨 磨磨磨 平的磨到边尖 尖的磨到有毛边 把毛边去除 就算是磨完毕了 那我现在先用机器来磨给各位看 那这个是我之前介绍过 五个Shopper的一个电动刹带机 算是小型的刹带机用来磨刀用的 我们在磨刀之前呢 我们要判断这个刀子的角度大概几号 会用这个 刃角器 通常比较利的刀大概是美工刀之类 大概是15度左右 一般的常用刀可能大概是20度上下 然后如果是斧头可能会到30度 那像这个刀上面可以靠下去 就可以知道它的刀刃角度大概是几度 所以像这个在靠的话大概是15度 甚至比15度还小一点 因为这是立的美工刀 所以它的刀刃角度比较尖 何为毛边呢 就是你看 这个刀子 摸完毕之后呢 你左右磨 会觉得有点刮刮的感觉 有点刮手 有点像是在摸一个很细很细的一个锯子 通常这个锚边可能是左右都一点点 如果我单独只摸一边的话 现在这个锚边呈现就是单边有锚边 我往这里摸感觉很顺 往这里摸感觉就很刮 就是它锚边质往这里长 显微镜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好 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 锚边 可以看到它刀刃在最前缘的时候 有一块颜色黑黑的 就像一个刀刃反起来的样子 来看另外一边哦 你继续看那个刀刃的光泽 这边刀刃光泽是从后面一路延伸到最前面 都是同样的光泽 然后最后面有点粗粗的 就是后往那边折过去了 所以它这边有一点点的锚边 所以现在这把刀的情况就是说 它有磨到尖了 但是有锚边 这时候割东西会怎么样呢 看 不太能够割 然后再把刀刀去除 就可以变得粒 不要稍微这样子顺着这个 磨刀石 其实也都是一样做法 反复来回 所以我们现在程序并不是在磨力 只是在把那个刀鞭给它去除掉 那給各位看一下剛剛這樣子 很簡單的左右來回抹 但是這樣子往後抹 我們把毛邊 凸的毛巾慢慢這樣左右扭曲 扭曲扭曲扭曲 就把毛邊給去除掉 這時候它長什麼樣子呢 所以看刀尖的光澤是由刀尖的前面 到最邊邊都是一致的 另外一邊呢 也是一樣 所以可以看到它像整個刀刃 從這邊到最邊邊都是一樣的光澤 不過像剛剛前面有 前面一條東西在前面 再把毛邊去除了 但是刀刃前面還是有點粗 雖然沒毛邊但是不夠細緻 我們剛剛簡單的把毛邊去除掉之後呢 它現在就可以割折了 它的割有時候不太順 它可能中間有某些區塊啊 可能有些不是很平整 因為這是用粗膜 但是這樣其實就可以用了 我們可以到第二極端就是用比較細的砂紙去磨 那我們在磨到過程中不是越大力越好 太大力毛邊會太很多 我們只要磨到適當的力度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用這個細磨再磨了一遍 算是中等粗細啦 比剛剛好了一點 我們來看看它現在刀剪的情況 刀剪的紋路比較細緻了 然後我們來看看它現在是指甲上的情況 指甲壓上去左右推輕輕這樣推 不會不會滑動 然後刮看看毛 毛勉強刮下來 等下說它是有力 但是還沒有 前面還是有點粗糙 刮到毛的話 前面要很平坦 所以這個是細磨的情況 磨完一遍之後 它的表面樣子跟它的銳利的程度 再用更細的沙袋機 讓它的表面包刃前面更細緻 我們先來看看它的那個 前面的細緻的程度 前面的紋路越來越細緻了 就是這些沒有這麼粗糙了 沒有大刮痕的感覺了 然後從刀刃到前面光澤是一致 更細緻的磨完之後呢 現在銳利程度 割紙沒有問題 割毛 細寒毛 細寒毛勉強可以的 比較粗的手毛都可以 這時候呢 當算最後修屍了 我們會出動的是這個 當刀布 這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還有一個偷吃布的方法 我會用這個 研磨機 搭配這個 布輪 還有這個青土 現在目前是這樣旋轉 然後順著旋轉方向呢 把它的表面再拋光一遍 這樣拋完的刀刃 這樣看就很接近鏡面了 然後這樣就其實讓它 把最後那一點的毛邊再消除掉 然後表面那些粗糙紋路呢 再變得更細緻 電動拋光網的刀刃 可以看到整個刀尖前面 變得更平整了 這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平平的割 不用斜斜 都割下去了 含毛 含毛都可以 但是這樣做有沒有意義呢 其實 戶外用沒有意義 騎到前面粗膜的銳利度 拿來料理木頭 料理肉 都夠了 本做過測試 割肉的話 其實刀磨的磨太粒 磨太細緻 其實割肉效率比較不好 讓刀子比較粗膜 其實要維持一個鋸子狀 就像個小鋸子一樣 拿來割肉的時候 比較能夠切斷它的纖維 其實效果會比較好 這是為什麼很多肉鋪啊 他們最後都拿一個很粗的磨 然後三百會磨 它會磨力 也是磨得粗的力 就是維持這個 前面的鋸子狀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 欸 很細的一個小鋸子 所以要不要磨到這麼細呢 欸 其實不用 但其實磨到有就是一個爽度 看到這個刀子力道可以刮到毛 就覺得欸 很有成就感 這次刀子從磨到尖 到磨到去 有毛邊 去到毛邊 然後毛邊去完之後 把面拋光 實際磨到的程序 但是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再把它給弄壞一次 我用普通的磨刀石 磨一遍給各位看 好現在看到就是我在用的磨刀石 從最初的金剛石整平用 就是把磨刀石 淹沒成平的用的 這個是最初的出木荒木 就是用來做刀刃角度啊 開封用的 一般其實如果刀沒有封角 不需要大面積的把它淹沒掉 不然其實這不太需要 然後這是算是最常用的中木 這個大概是800號左右吧 就是其實用到這個磨到力就沒有問題了 這個是算是最細的 這可能是有到 好像八千還是一萬吧 可以把刀刃角度磨到接近鏡面 這是磨到最利用的 這三個磨刀是使用之前到泡過水 讓水充分吸收 它才可以讓這個減緩磨刀的阻力 讓你磨出來這些墳墨啊 再停留在上面 然後再更細緻的做研磨 那使用之前呢 我假設我們今天用從這個 中木開始 我們會這樣子把它給正平 就 確保這個磨刀石是平整的 然後我們會有像這樣子一個指滑墊 幫助指滑讓這個磨刀石不會動 然後這個刀片呢 我們先做一個殘過測試 我們剛剛已經磨到力了 我們再來把它給磨平 剛剛可以輕鬆割紫的這把刀呢 好 現在完全割不了紫了 所以它現在又是一個不利的情況 我們要磨15度角 一種是你可以拿 涼腳器量15度角 一個就是平感覺 假設這樣子 90度切一半 40度再切一半 22度 22度再切一半 11度 然後回來一點點 大概15度 大概是這個感覺 那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現在注意看你的刀刃 現在刀刃呢是亮的 這是一個粗的磨刀石 你看刀刃前面塗黑 就依照你看完它磨完的磨完的範圍 就知道它磨到哪裡 那我現在本來是亮的 被這個磨過之後的地方 就會變比較粗糙 我就依照這個粗糙的面 來噴出它磨到哪裡 這是一個方法 那磨刀石有分來回磨跟收回來磨 到最後去毛邊的時候呢 要收回來磨 這樣磨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後面才會去掉 但是如果前面你要磨尖 磨到立 那其實往復磨就可以了 速度比較快 那你看我在磨的時候 這樣斜斜的前進 斜斜的前進 為什麼需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才確保這磨刀石有點不是平的嘛 你可以用磨刀石的前面最高的地方去磨到每一個角落 那記得我們現在是要把刀磨到刀尖 然後磨到有毛邊 那盡量用到這個磨刀石的每一塊 這樣才可以讓它平均消耗 下次整磨的時候呢 才不需要整這麼多 然後怎麼判斷你磨到刀尖 就是用手磨 磨覺得左右刮回來有刮到東西 有點毛邊 就是一種刮手的感覺 有些地方好像還沒有 就代表還沒磨到 那一般我們會 拉回來會磨 可能時下這個方向 時下那個方向 這樣可以確保毛邊比較少 然後再來是如果紙磨邊的話 會讓你的一邊消耗比較多 一邊消耗比較少 這樣的話它的刀封就不會在這個刀的中心處 然後適當的可以加一點水 來做潤滑 那這就是我為什麼要買電動磨刀器的原因 因為其實講真的 用手磨其實要磨蠻久的 那如果是戶外用刀 其實每次去其實都會消耗 我幾乎每次用完就要磨 所以用電動磨刀器會比較快 那每次磨一下就看這個光澤 來決定你磨的角度 對不對 好我現在感覺前面有毛邊 毛邊沒有偏一邊 左右刮都有出出的感覺 這時候我們要進入 去除了的程序 我們現在一樣是用這個磨刀室 但現在我們現在是輕輕的收回來磨 我現在初步磨完了 感覺都有磨到刮刮手都有毛邊 代表所以磨到尖 那磨到有毛邊了 我們現在寫文機上看一下 看到表面是烏烏的磨刀的痕跡 你毛邊其實這樣磨 剛才這樣來回磨毛邊算是很少 沒有什麼毛邊 感覺都有磨到最尖端的 我們來試試看現在的銳利程度 可以割紙 斜斜可以割 但是感覺割的阻力有點大 代表前面有到尖了 毛邊呢算去除 但是表面不夠細緻 但其實這樣就可以用了 但是如果想追求比較高的銳利度 我們現在換上第二片的底絲 這邊算是比較細 應該是七八千號吧 圓網比較細的底絲 我們要採用同樣的角度 先來回磨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重新把表面 再做一次精細的研磨拋光 那這種比較細的磨刀石 它比較軟 所以壓力量不要太大 有時候壓力量太大 它整會掛進去 研磨過程中 每一下磨完一輪子 我們就看它表面的刀 是不是有磨到那個平整光亮 目前這個細度應該是 讓霧面的刀鋒 變成像鏡面一樣 所以看到我現在這一面還是霧面 代表剛剛磨的角度不太對 所以我們要依據這個角度來做調整 例如說假設這個刀鋒 如果本來是整片是霧的 你整片磨到亮之後 整片應該都是亮光的 那現在亮光的部分呢 偏向後面 前面沒有 代表說你的角度要再往前壓一點點 大致上都把整個刀鋒磨到接近 用眼睛看看到鏡面的 手刮呢 感覺都有刮到的感覺 都有一點點微微的毛邊在前面的 放指甲上面呢 左右動不會動 擱看紙呢 擱看紙呢 喔 鼠粒變小了 我們就在顯微鏡上面看一下 表面是霧霧的 但是比剛剛細緻很多 整個刀鋒的最前緣啊 也沒有任何的鋸齒 測試一下 刮我的毛 手毛 手毛可以刮但有點勉強 就是一刀下去手毛 含毛不會完全不見 但是如果想更精進的話呢 叫擋刀布 這是皮的背面 有點像是擠皮 刷毛的背面 這邊是皮的光滑面 然後我跟它上了一樣 上了那個 研磨膏 這時候呢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擋刀的動作 它前面可能 還有細細的毛邊 用收的方式 這時候其實不在磨刀 只是說 要把前面那些 微微細細的毛邊 把它給消除掉 慢慢讓它 左折右折 左折右折 把毛邊給消掉 換這邊細的 有研磨膏的 我們都試試看刮寒毛 一刀下去 我手臂上的寒毛就不見了 所以現在算是 鋒利度更提升了 我們再 再割一下子看看 直直的下去 這一把刀 就大致算是 處理完畢 放在指甲上面 左右推不會動 左右手摸呢 兩邊摸起來感覺一致 刮手毛刮寒毛都 可以完完全全刮得很乾淨 所以這樣就算是這把刀的 研磨的過程 因為其實磨刀的過程 看似很難 其實也沒有這麼難 就把握幾個原則 平的磨刀邊尖 尖的磨到有毛邊 把毛邊去除 就算是磨完畢了 當然想更進一步 把它變得更細更細緻 這個是好玩的過程 畢竟如果戶外用刀 那不一定有需求 我們畢竟不是要切生魚片 對於鋒利毒這麼要求 其實磨到力其實就夠了 因為這個過程 每次都要做 每次劈完彩 它其實就會變得不力一點點的 撞到石頭 磨到東西 戶外有點生鏽 其他都會發生 就是磨刀的一個簡單小技巧 跟簡單的概念 磨刀世界博大精深 真是很多刀匠 磨刀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一個課程 獨立的一門技術 我其實沒有什麼資格出來講磨刀 但是如果說你想磨刀戶外可以用 那其實以我的技術 這樣子是夠的 當然我們今天示範的是最簡單的 平刃的一個磨刀方式 有些倒是圓活的啊 很奇怪內凹的啊 不同刀型 它在磨刀手勢啊 都是完全不一樣 都是一門要重新學的一門 技巧技術或手勢 那今天只來示範一下 到底什麼叫力 什麼叫做毛邊 如何磨它才磨到力 多力堪用 這是我們這支影片想探討的一個話題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問題 或有磨刀更好的經驗 或者如何教大家更簡單的方式 來簡單的磨出一把戶外用刀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謝謝各位 掰掰 我的頻道開啟會員了 平常每個月繳交一點點錢 30塊 可以在我們的直播聊天室 使用專搜圖案 然後在我的YouTube的訂閱旁邊那個按鈕 按一下一個加入 就是加入會員的功能 好謝謝各位支持 謝謝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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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